先前在台中大甲地下道不幸溺水丧命的 陈姓富人今天举行告别室 台中市长胡志强也特地到场调业 而面对家属质疑是政府的疏失 才导致富人过世 胡志强也承诺会尽快地改善地下道的安全措施 保障市民安全 这个月15号因突然降下大雨 使得台中大甲民生地下道淹水 造成陈姓富人受困于水中 最后不幸溺斃 家属27号举行告别室 先生黄培威受访时 异想到太太的枉死情绪一度激动 强烈质疑是政府的疏失 也希望妻子是最后一个牺牲者 任何一个救援行动 比如说你五分钟可以救援 你一定可以想出办法再增进 三分钟就可以救援成功 怎么救援会比较好 你一定有方法的 你可以去监察这些东西 但是你现在连这个东西都没有了 这是一条人命 关于人命的事情 我觉得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我真的真的是希望我太太 是因为这样子而消失生命的最后一个人 台中市长胡志强也到场慰问 并承诺会尽速启动新建高架桥的计划 来保障台中市民的安全 我们已经要做渣篮 我下一个期限一个月以内做好 我想6月20号完工应该没有问题 这是全国第一个地下道设渣篮 就是因为它的属性特殊 然后我也会开始全力推动高架桥的问题 事发当天的细节和内容 目前都有检察官侦办当中 家属中心期盼真相能早日明朗 让往生者能一路好走 联合报 唐之斌台中报导